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皇赐婚 攀养之后 我的第二个条件就是 我要娶你 您怎么了 我看过太多 被抛在乱葬岗的尸体 活着的时候风风光光 死了却毫无尊严 我曾想过 如果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 一定要提前找一片好看的桃花林 把自己给葬了 那片就不错 不错 虽然现在只有零星几只 但再过一个月 桃枝夭夭 琢琢琦滑 漫山遍野 都会开满粉色的桃花 你还是和二世一样 喜欢桃花 是啊 小时候看 不用再掩饰了 我早已经调查清楚 十年前 你的父亲获罪流放 在路上遭遇强盗劫财 父母双亡 你流落至河阳 被江武座收养 八年前 你开始为江武座做助手 五年前 江武座的风病越发严重 被县衙辞退 你便开始到一桩搬运尸体 照顾他至今 还要我再说下去吗 你找我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我想让你做回 真正的杨才威 对 先皇赐婚 攀养之后 我的第二个条件就是 我要娶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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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孙 Edwards 不是 那你 你我承受什么痛处都心甘情愿 潘朗 我们就是天葬地设的一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